你们一定要把它找到 第二个的话呢 按右键 这边的话XML 按右键 你可以复制连接网址 然后我们有这个网址之后呢 假如我的需求是 我不是要抓CSV 我是要抓XML的话 当然你按左键是取得这个资料 它长这样的 那你可以用Model Pay++把它打开 我觉得至少Model Pay++好处是 它还有颜色 然后你只要点选某个标签 它会告诉你 你这个标签 结束的标签位置在哪里 有没有 比如说在这个Column 他会跟你讲Column在这里 结束的话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斜线 有没有 头跟尾 里面的话资料就是它的value OK 所以你大概有个概念 它的架构就长这样 OK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概念之后的话 你主要是要取它里面的value 其实外面这个东西标签 有点像它的key 有点像那个Jason里面不是有key跟value 那只是说在Jason是用那个什么大瓜糊 然后中间隔一个帽后 前面的是key 后面的是value 那这边的话呢 它是用什么 用这个tag标签 开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那中间就是它们value OK 那这个xml的这个标签名称是可以自定的 有没有 刚才讲X就是extend 就是你这个标签名称通通可以自己取 但是html它是固定的 可以大概知道意思吧 所以其实那个xml其实跟html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讲 有一定的关联性 OK 那只是说目前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有Jason就好 为什么不用Jason 用Xml 其实我在想一般业界用比较多 只要用Xml大部分跟微软有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在软体的世界里面就是有点像二分法 所以要不就是微软 要不就是非微软 那有点像两个在那边互相的在竞争 所以永远不可能统一 对我怎么统一的了 对不对 所以遇到这个了 那你该怎么做 反正第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架构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我在底下有分成几个步骤 OK 那你们可以把刚刚那个东西贴到那个 我们的就是xml和editor 那你其实可以看到 它的架构是这样的 它本身是一个object 你会发现它其实整个就是一个object 那你object的话有点像 你可以把它当成像类似一个ecell档案好了 ecell档案就是有物件 那里面有table table的话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工作表 它的表格 表格里面有落有列 列的话总共有几笔资料 六百五十七笔 所以 优败的站 在新北市大约六百五十七个 不过这他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分那个 1.02.0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继续你们自己在了解 那他提供的column数量 全部都是14栏 所以你可以把第一笔资料呢 打开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key跟value 它的name 它的栏位名称叫什么 然后它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当value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test 反正这个只是取名称不同而已 其实意思很多都是相似的 那我们要怎么取出这个资料 其实主要是取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应该是这一笔资料里面的话呢 它第一个资料是它的名称 然后它的站的名称 然后这个应该是总共目前可借的数量 所以假如说我要取的只有前三个 1 2 3 然后把它取出来 把这底下的全部都取出来 然后呢 我希望把它存成一个表格 也许用csv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下载xml 第二个的话呢 存成csv好了 当然存成csv 你还可以也是一样可以存成 之前讲的 存成seal 都没有问题 那只是怎么做 那当然呢 你要解析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xml呢 它的标签非常多非常复杂 所以如果你假设自己要写程式的话 就像以前写java 有没有写 那就要慢慢自己分析 如果它没有相关的模组或函数的话 那你就是慢慢自己来 它自己来很麻烦 当然可不可以 可以啦 以前就是自己慢慢寻找位置 头跟尾 然后中间东西切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切 跑个回圈 还是可以把它切出来 可是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可以解析xml的一个模组 有没有 那它的方法就是解析这个文件 后来我找了很多 因为网路上能够提供这样的功能的模组非常多 所以你Google打那个Python 控一格xml 你会发现一大堆 然后我真的还每个都把它踹一踹一踹 最后的我的结论是 这个最简单 哪一个呢 你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我们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提供一个第一段 先下载再存档 那你会发现第一段里面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给它一个 一样是什么 用request.get 有没有 那get后面的网址就是这一串 这一串的网址 实际上就是xml按右键 复制那个连结 就是那个连结 OK 那第二个的话 你想说 那老师你为什么这个地方 需要先把它存档成一个什么呢 Uy.xml 为什么要先存档 那跟各位讲一下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你想说老师那不就是直接 把它塞到一个变数里面就来处理就好 主要原因是因为 底下我们会用到一个叫element tree 这个模组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 这个Path 这个方法 比较麻烦一点说 它只能够针对档案做处理 你不能给它一个变数的资料 比如说你给它一个字串 然后它不接受 我试过了 我会找过 里面它没有这个方法 但你没许可以找找看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那你想说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如果三不转路转嘛 路不转人转嘛 转一下 好没关系 所以我后来想个办法 那不然我就先把什么 把资料先存档 然后我再Path给你 你再把它解析 这样就OK了 所以会多一个步骤 就是先把资料先下载存档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资料下载存档 所以你们可以拿这一段在云端上面的第31页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话就是先怎么样 先下载存档 OK 那存档的话当然一样把它存在我们的这个 把它放大一下 就这一段 然后记得先把它存档 因为它到时候会把XM存在我们 我们同样那个模组的位置 就这一个 所以我把这个也许把它存成叫U-bike 我们先随便取 U-bike OK 然后呢 我就直接执行 那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这个Gate 这个地方的Gate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来的 这一串连结实际上 就是我从那个什么 从这个新北市的这边按右键 复制连结网址取得的 OK 所以未来有一种可能 如果这个网址改变的话 没关系 你就是自己再一次 按右键 复制连结网址 然后把它贴到 request.get的这个双号里面就可以了 我跟他讲说 帮我把那个网址里面的XML 抓下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HTML里面 那它的资料呢 就是存在这里 所以我把它怎么样 先 那存档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存档 三个步骤都OK了 有没有 第一步的话呢 开一个空的档给它 那空的档名声叫U-bike 点XML 有没有 然后呢 模式的话呢 记得用W模式 意思我要写资料哦 如果读的话就R OK W跟R A的话呢 就是append 我要写在里面 OK W就写 那编码方式的话 预设它是UTF8 我们用UTF8 然后呢 把它写 所以下载之后写 所以 直接执行的话 理论上 你可以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理论上应该 会在我们的哪里呢 C碟底下 我是放C碟 底下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我刚刚存档的那个档 我是放在Python的 Python的2022这里 然后这边应该按照修改日期排序的话 这边应该就会有一个app U-bike 点XML 那你可以按右键 用那个Nordify加加打开一下看看 有没有结果 有了 那表示应该已经下载 而且存档 那如果存档的话呢 那就好办了 接下来第二步的话就解析 因为其实这个标签这么多 你用人工自己 你也可以自己写 不过理论上没有人建议这样写 你既然用Python 你就不要像以前写C C++或者用Java一样 那么命苦 Python其实 比较好命的地方就是 它的模组它的方法多 所以呢 但是它比较麻烦就是 你要找到哪个模组 的哪个方法 可以解决你要 的那个问题 所以后来我帮各位找到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找到 在那个云端上面这边 第二段有没有 步骤二就是 用那个Element Tree 开档跟解析 那其实主要用这个 所以我把第二段 把它直接拿来卡弱式一下 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下面这边 OK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主要是从这个 这个套件里面的一个模组 叫做Element Tree 那因为Element Tree名称比较长 所以我取一个别名叫SET 那如果你不用这个SET 变成你底下这个ET 你要用Element Tree OK就看各位了 如果不过理论上名称比较长 都会取个别名 那这个Element Tree 里面的话有一个方法叫Pulse 这个Pulse的话 主要就是解析 主要重点是因为你很多标签嘛 那如果我要解析这些标签 你用Pulse就可以 那这个Pulse的话呢 它主要用意就是说 我可以先抓到什么 抓到那个这个根 其实它概念有点像 我们刚刚用这个 这个外层 有没有它一层一层的 外面这个 object 在Element Tree里面 它把它当成叫做 一棵树的根 叫Root Root 所以它有一个对应的方法 叫Get root Get root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是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东西 整个object都把它通通抓过来 那抓过来之后的话 你再去怎么样 再去解析细部的东西 那其中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Root里面的话呢 你把这个抓到之后的话 前面假设 我取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Table 这个Table其实就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Root底下的这一层 就是这个Table 那这个Table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很多的列 有没有 一个类似一个表格 很多列 那总共有多少 657列 那如果说我要全部抓的话 就写个回圈 用那个For each的回圈 所以呢 我就For each For each rule 就是每一列 In Table 用For each的写法 把这个Table里面 每一列通通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取前三个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呢 然后取第一个列的话 就入中光251 里面的资料就点Test 第二个就是 以示类推 123 后面都点Test 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全部的资料 通通抓回来的话 那你就说123456 反正几个就抓几个 或者抓三个 OK 然后呢 再利用For each的方式 把他格式化中间加斗点 意思就是我要存成CSV 那尾巴的话呢 加个换号 所以哦 我主要就是为了存CSV先布局 另外的话呢 前面上面这边一个S S变数理 因为我们在存档的时候 在XML取就取里面的资料 他不会取栏位名称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在上面再加三个栏位名称 第一个是暂点的代号 第二个是中文名称 第三个是总格数 三个 尾巴记得要加一个换号 有没有 所以CSV结构一定是 斗点 斗点 最后换号 有没有 1 1 2 假设取三号 三个栏位 那就有1 2 3 然后栏个名称有了 然后取资料 最后的话呢 我一个Print S 假设我先不要存档 我先把它 先把它Print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做完资料 并且切割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Print 之后的结果 就会长这样 总共657个 所以其实非常冗长 那前面的话呢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代号 有没有 代号应该是从 太长了 断掉 从这个 然后呢 这一个是它的站点名称 然后总共有 几台一车 有没有 然后123 123 那最后如果要存档的话 其实很简单 跟刚刚讲过的 有没有 就是在呼叫那个 这个什么呢 F的档案物件 一样先开一个什么 CSV档 然后Write出去 编码方式一样我用UT8 然后把资料写出去 然后Close这样的话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我们在耕屋底下 就会出现一个CSV 我打开来 一样会有这件老问题 就是说 把它围堵好了 乱码问题 不过乱码问题有个解决方法 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 存档的时候 Win Coding 我不要加 或者你可以加CP90 CP90 或者不加 不加预测也是CP90 我印象中 如果你不加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存成 不是UT8 不过会有另外衍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你UTF那些里面的字 有些喊用字 刚好你要写到BIG5里面 刚好没这个字的时候 那就写不过去 我前面讲因为Unicode字比较多 然后BIG5字比较少 如果有一些喊用字 刚好BIG5没有 那它就很抱歉 转不过去 所以其实有时候碰碰运气 如果你这样执行没错 那表示说里面应该没有喊用字 不过 如果说像这个状况 然后说UnicodeL 它说你这个CP90 因为我们没加就表示CP90 它有一个编码 这个编码 它找不到对应的字 所以它又写不过去 所以写不过去的话 怎么办 要不然就叫Pandas 存以Sale好了 OK 所以当然用CSV是最简单 为什么切一切 存出去 这相对简单 可是会遇到UT8这个问题 所以老问题 微软 非微软就是UT8 有没有办法解决 看看有没有童爷写信 多写女王信给谁 有没有人可以 写给比尔盖 比尔盖现在不管是了 反正就是意思 应该是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工程上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因为就是无解 试试看 请各位 这三段程式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0605的第31页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